好,同学们好,我是赵老师 那我们这期视频呢,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以,以间的以的写法 这个字呢,它笔画很少,非常简单 但是为什么很多同学写出来却不好看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以间的以 看一看你有没有犯这些错误,对不对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反面翻例 以 在这个字里面,你看看 它这个横折横 头,你看它的头,写得非常宽,很大,是不是 你分不清,对不对 哪边是收,哪边该收,哪边该放 因为那这个整个写得比较平,是不是 一样宽,看没有,上下差不多宽,对不对 我们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这个头啊,它比较小 横折横,头要小,然后竖弯钩要往后舒展 形成一个对比,上收,下放 来,我们一起先把这个横折横写出来啊 这个头,首先我们写小一点啊,而且我们不能把它写在正中捏 你看,这个位置首先控制的就不太好啊 你看,往前写,为什么竖弯钩得往后拖呀 看,顿,横折,往上倾斜,顿一下让折过来 看见没有,它写在这儿的,横折 然后头不要写太宽,不要写太胖 横 倾斜方向要一致,看见没有啊 这是这个头,一定不要写得太大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竖弯钩,竖弯钩 稍微露点头,这是乙劲的乙,不是自己的挤啊 要露点头的啊 然后你看,竖弯钩 往下 好,可以了,拐 往后伸展,到这儿就可以了 往上勾,看见没有 它是这样的,看见没有 这个字你看,头写得非常小 然后竖弯钩整个,你看 写得放得非常的开,是不是啊 写得很饱满,看见没有 然后勾是往上勾的,一定要注意啊 这才是已经的乙的正确写法 你看,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竖弯钩不要写得太短,对不对 要往外伸展,然后头不要太大 上面的头要,对吧 要收紧,写得紧凑 然后下面要放开,上收下放 形成一个对比,是不是 你这样写的话,对吧 它看上去就很有姿态 很大方了,对不对 好,这是已经的乙 这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了